HELLO 是Ivan 那我用了這個GA4 就是Google & Deleted 新的版本 裝了超過一個月 那我覺得現在應該都是時候去看一看 GA4 和GA3 我collect了一個月的數據之後 其實就是他們顯示出來的樣子有多不同 那現在畫面所見 這個就是GA4 就是這個是新的 這個是4 這個是3 那我就用3和4去代表這兩個不同的畫面 那如果以3來講 我按可能對上的28天 3的話我有大概11,000個users 15,000個sections 那如果用4那個version GA4 version 就看一下對上 這個是28天 這個都是28天 是的 就是fair的那個test 那你見到那個數字都差幾遠的喔 就是藍色那裡見到 那舊 version GA3就說我11,000個users 那這裡就說我6,000多個users 少了一半的 跟著呢 她說她的engagement time 她就不是叫duration 這個叫分半鐘 那我看一看 在GA3的時候 她也是叫duration 她就不是叫engagement time 那就可以看一看 因為她的engagement time 因為她的意思是 以前那個GA的check法就是 她不按下一頁 其實我是check不到她按了幾頁的 就是她去下一個action 我們才知道 所以不是真的知道 actually她在你的網上 spend了多少時間 以前的網上 那些人spend的時間 就不算一分鐘 那現在反而是多一些的 好 再compare一下 如果純粹以traffic source來compare 其實J4呢 就是現在在按的途中 J4和3究竟有些什麼不同呢 就是suppose J4是說用少一些cookies的東西 就是不是不用 是用少一些 那另外就是 它有一些event是auto track的 就是event 譬如它在這個畫面上 scroll 以前就要自己去set些event去做 那現在是auto 那還有supposingly就是 講著J4呢 是更加以user experience 那個方向去走的 所以你見到它那個pageview 它是藏在裡面的 就不是在最外面看到 好 那我看一看我那個traffic 的breakdown 那講著有40幾個percent 是paytraffic 就是應該是Google Ad 就是Lidus Pay Ad 所以那個traffic好像很多 但是其實它們留的時間很短 你見到都半分鐘 跟著main的traffic 就當然是SEO 那這裡寫的就是四成 好了 看一看新那個 那新那個呢 它就顯示出來就是 都幾不同 是SEO呢 就3972 在這裏就4600幾 就是新那個其實 將我的條數再更加縮小了 我看一下先 這個是user 對 那section就是5688 新那個系統呢 那個叫做section就是4700幾 就是普遍呢 新那個GA呢 給舊的GA那些的traffic 就是User engagement 就是這些section全部都drop了 是那個duration 不知道為什麼是高了的 那跟著拉下去 你會見到 它說我的Google廣告就800幾 但是我這裡就在說有5000幾 那 就是我沒有理由Google 自己measure 自己Google measure不到 我覺得 那跟著呢 就 direct就有1000的 那這裡direct都是1000 那這個是比較接近的啦 那在social那裡二百幾 再看一看 在social那裡一百 一百 一百幾 差不多了 二百左右 那但是普遍看下來呢 就是在說 Google Analytics 4和3 純粹一個月我自己的數據 看到就是普遍的user 和那個section是drop了 那duration就升了 那不知道會不會是 其實它連自己Google Ads那些都飛走了 很多 那不知道會不會是 以前有一些 可能不知道是不是robot的traffic 它在新的version 那裡filter了 因為我印象中 以前如果是GA3 你可以自己去filter一些東西走的 不過有一個我還沒有set到的 如果你知道 你都可以告訴我 就是以前在GA3的時候呢 很容易可以set到一些go的 就是基於一些page 那我就知道一些conversion 那樣 在新的那裡 要set這些conversion 那些呢 它又不是給你放一條 exact的link下去的 是的 那在這一部分 我還沒有figure到 或者有機會可能 用Google Chat Manager 或者有機會是 它有些功能 再慢慢roll out 不過如果你知道 你都可以在comment那裡 告訴我 另外我有個facebook page youtube channel 還有Patreon 有興趣可以了解一下 那我們下次見